民众在海里面游泳细水玩得开心 基隆市中山区外木山湖海路这一带的海域 每到夏天总是充满细水游泳散步看海景的人潮 不过基隆市议员庄敬河当地文化理理长李立真 却经常接获民众反应 由于在文明路现场有一个往秦仁湖滨海大道的路标不清楚 特别容易混淆外地来的驾驶人 必须右转湖海路时却错认 应该先执行文明路再右转湖海路 开错路也造成紧急刹车声 影响安全和安宁 因此庄敬盛特地邀及主管单位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和官销处等单位人员 现场办理会刊要求市政府改善 外来的车子很多 而且车速都很快 都是往前 他们都是往前中进去文明路 然后发现不对 再把骨骼处出来 再出来再转 而且有时候速度很快 那个车子的吵杂声音 那种煞车的声音都很大 这样子 希望说我们能够想什么办法 能够帮它改善掉 现在的位置就是往我们基隆市区 往外木山滨海大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路口 在于文明路这边时常有民众就是误闯只走文明路 而没有右转到我们的外木山滨海大路上面走 常常造成文明路冲进去之后民众开始回转 回转之后就产生了车祸 我们相关的警政单位交通单位也常常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一直在跟李立真李里长跟我们李明一同来建议办此会堪 希望能够改善这样的一个问题 同时这个弯道又特别的急弯 我们今天也会同我们交通处一起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来增设所谓的急转弯的一个指示牌反光号制 能够让民众能依循道路能够减速慢行 会堪后决议将由市政府交通处拆除这支 不知道有哪个单位设置多年往秦仁湖滨海大道的路标 避免混淆驾驶人的判断 并且在八月中旬前在文明路转弯处明显的地方 设置右转往外木山湖海路更清楚的路标和指标 提醒驾驶人别再开错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